陆续投入1300万到龙海集团 结果公司卷入吸睛案 受害者累撒陈勤慧现场 而过去身为干部的处经理也现身 当场下跪哭着求原谅 在台南分处做了11年的处经理 招募多达212人当下线 大多都是陆配的同乡姐妹 自己也投了300万元 没想到公司吸睛榨财 只怕投资的钱有去无回 我没有到期的有300多万 8月份又有满期的客户 9月份累计还没有到期的加到期的 总共有超过1亿了 钱也没有放到我的口袋 全部都到公司的 龙海事业源于高雄五户集团 不只贩卖契约商品 还开发APP可除值回馈金 声称高于银行利息 吸睛超过220亿 全台近2万人受害 光是台南两个分处 就有一亿元的款项还没结期 受害者决定走法律途径 而中南部期间牛角烧肉 上周才因为卷入加盟母公司 五户集团西津风波 无预警停业 如今嘉义的分店已经在门口百公告 8月3号即将复业 总共5间分店将回归直营 包含台中风源 嘉义台南 高雄一大屏东店 另外高雄同盟店和汉省巨蛋店 则还没确定正在协商中 TVBS新闻顾主堂既见婚 嘉义台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